公元前652年冬 宋桓公病重 太子子府表示愿意放弃其成权 对桓公说 穆仪年长而且仍爱 您应该立他为继承人 公子穆仪自子鱼 是太子子府的树兄 宋桓公把子鱼招来 准备立他为储君 子鱼说 太子有让国的美德 还有比这个更大的人爱吗 我实在不如他 而且废敌力数不合于理 请允许我推辞 第二年三月 宋桓公去世 太子子府继位 视为宋襄公 子鱼出任左师 辅佐朝政 宋襄公积极参加 齐桓公组织的会盟 博取了齐桓公的好感 齐桓公的子嗣众多 皆有争位之心 桓公为身后之事考虑 将太子昭托付给宋襄公 让宋国作为太子昭的外援 公元前644年正月 有五颗陨石落入宋国境内 不久之后又刮起大风 宋国都城上有六只翼鸟 被大风吹的倒退飞行 恰逢周朝内使 书星到宋国聘问 宋襄公于是询问书星 这两件怪事是什么预杖 吉凶如何 书星回答说 今年鲁国多有大丧 明年齐国有动乱 宁将得到诸侯的拥护 却不能保持到最后 书星退下之后 对自己的随从说 宋公询问的不恰当 陨石和大风只跟阴阳气候有关 与人士吉凶无关 吉凶只取决于人的行为 刚才宋公一定要问吉凶御仗 我不敢伪命 只好那样回答他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643年 齐桓公去世 齐国爆发内乱 一牙竖雕等人强行拥立 公子无亏为君 太子昭被迫出奔宋国 宋香公一方面 为了完成齐桓公的嘱托 另一方面 为了继承齐桓公的霸业 决定出兵护送太子昭回国即位 公元前642年正月 宋香公率领宋、魏、曹、朱 四国联军讨伐公子无亏 三月 不得人心的公子无亏 被齐国人杀死 齐国人接纳太子昭 准备立为国君 然而太子昭的四个弟弟不乐意 再次赶走了太子昭 五月 宋香公第二次出兵伐旗 在掩帝 把四公子的党羽打得大败 顺利在齐国拥立了太子昭 视为齐孝公 公元前641年3月 宋香公在曹国南部会合诸侯 曹贡公、腾轩公、朱文公前来附会 去年宋国出兵平定齐国内乱时 腾轩公没有响应好招 如今宋香公追究此事 将腾轩公拘禁起来 直到会盟结束才加以赦免 借此在诸侯中立威 6月 宋曹诸三国正式缔结盟约 曾国国君在盟约定立之后 才匆匆赶赴会场 曾国是个小国 春秋经并没有记录下这位国君的名字 仅仅以爵位称呼他为曾子 宋香公认为曾子不够恭敬 因此命令朱文公拘捕曾子 朱曾两国本来就处于敌对状态 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 当初鲁锡公的女儿季姬和朱文公订婚 曾子前来朝拜鲁锡公 正好遇上季姬出嫁 季姬看上了曾子 吩咐他到鲁锡公面前求取自己 鲁锡公陨落 曾子夺走了朱文公的未婚妻 朱曾两国因此结仇 如今宋香公命令朱文公拘捕曾子 朱文公自然乐于从命 宋香公打算把曾子作为祭品 去祭祀东夷族信奉的衰水之神 借此让东夷族归顺 子虞劝祖道 小祭祀不杀大牲口 怎么能用人来祭祀呢 祭祀的目的是造福于人 人民是神的主人 把人杀掉当作祭品 又有什么神会来享用 齐桓公拯救了三个快要灭亡的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让诸侯归顺 即便如此 义士还说他德行不足 如今宁在一次会盟上 就虐待了两个国君 还打算用一国之君来祭祀东夷族的邪神 用这种方式谋求霸业 不是很难吗 宁能够善终就是万幸了 宋香公不听 仍然命令朱文公把曾子压到衰水边杀掉 以祭祀衰水之神 这次会盟在曹国境内举行 曹公公却没有能尽到地主之一 会盟结束后 曹国明确表示对宋国不服 背弃了盟约 宋香公因此出兵伐曹 包围了曹国都城 子虞劝阻大 当年周文王讨伐崇国 连续攻打了三十天 崇国仍然不肯投降 于是周文王收兵回国 修明教化 然后再去攻打 没过多久 崇国就投降了 诗云 行于寡妻 置于兄弟 以育于家邦 如今您的德行有所欠缺 以此攻打曹国 又能如何 不如退回去 检查一下自己的德行 等到没有欠缺了 再采取行动 宋香公于是撤军回国 陈穆公对宋香公的所作所为 十分厌恶 他倡议诸侯到齐国进行蒙事 缅怀齐桓公的恩德 楚城王借着这个机会 与齐孝公 鲁锡公 郑文公 陈穆公 蔡庄侯会面 扩大了楚国的影响力 公元前639年春 宋 齐 楚 三国在路上之地进行会盟 宋香公毫不谦让 以盟主自居 要求楚城王帮助自己召集诸侯 楚城王允诺 子虞劝谏道 小国争当盟主 这是祸患啊 宋香公不听 7月 楚城王 郑文公 陈穆公 蔡庄侯 曹贡公 许熙公 来到宋国的余地 准备与宋香公会面 齐孝公对宋香公傲慢的态度感到不满 因此没有赴会 子虞认为楚城王表现得如此谦卑 一定是别有用心 他对宋香公说 楚国是蛮夷之邦 强横 而且不讲道义 请国君带着军队赴会 宋香公说 不行 寡人已经和楚人约好不带军队 如果背弃约定 人们都会认为寡人不讲信用 宋香公到达会场之后 被楚城王预先安排的伏兵劫持 香公对着子虞喊道 寡人不听你的规劝 以至于落到这个地步 你快回去守卫国都吧 宋国是你的了 于是子虞逃回宋国都城商丘 修善防御共事 楚城王随后率军包围商丘 派人传话 如果你们不投降 我们就杀掉你们的国君 宋国人回应道 我们仰仗设计神明的庇佑 又有新的国君了 楚城王见宋国已经另立新军 而且商丘防守严密 只得率军撤退 这年冬天 楚城王在博地与诸侯结盟 在鲁西宫的调停下 楚城王释放了宋相公 相公感到十分羞愧 不愿返回国都 子虞派人对宋相公说 我只是代替您守卫国家 您为什么不回来呢 于是把相公迎回国都 宋相公依然没有放弃称霸的愿望 他打算重新与楚国较量 一血前耻 大司马公孙顾劝谏道 上天早就抛弃商朝了 如今您想强行复兴他 是在逆天行事 上天是不会赦免的 宋相公不听 公元前638年下 宋相公讨伐亲赴楚国的郑国 郑文公向楚国求援 楚城王派遣军队直接进攻宋国 宋相公闻讯后 率军从郑国境内撤退 11月初一日 宋楚两军在洪水相遇 宋军已经在洪水北岸不好阵势 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洪水 紫渝对宋相公说 楚军人多 我们人少 如今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洪水 请国军趁着这个机会攻击他们 宋相公说 君子不趁人之威 不攻击身处困境的敌人 等他们渡过洪水之后再打 楚军渡过洪水之后 队伍散乱 紫渝再次请求进攻楚军 宋相公说 君子不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军队 等到楚军摆好阵势 宋相公才下令进攻 结果宋军被楚军打得大败 宋相公大腿腹伤 他的卫兵全部战死 宋相公战败回国 受到了国人的责备 相公辩解道 君子不去伤害已经受伤的人 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 不凭借险要的地形阻击敌人 寡人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 但绝不会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 紫渝说 您不懂战争 如果强敌受制于地形而未成阵势 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 主动攻击他们不也是可行的吗 即使是老头子 捉了也不能放 还管什么头发花白不花白 教导士兵作战 使他们以退缩为耻 以杀敌为目的 敌人受了伤 为什么不能再次杀伤 如果联系那些受伤的敌人 那么一开始就别去伤害他们 如果联系头发花白的敌人 那么直接向他们投降算了 三军凭借有力的时机而行动 锣鼓用来激励士兵的勇气 利用恰当的时机 进攻处于险境的敌人是可行的 增强士兵的斗志 攻击未成阵势的敌人是可行的 关于宋湘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 史家褒贬不一 龚阳传对宋湘公表示赞赏 称他灵大事而不忘大礼 认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称赞宋湘公能够遵守军礼 并且感叹中原诸侯缺失礼义 古梁传则对宋湘公加以贬斥 并且指出正确的作战原则是 备则攻 敌则战 少则守 道之贵者时 其行事也 意思是兵力比对方多一倍就应该主动进攻 兵力和对方相当就可以迎战 兵力少于对方就坚守不出 把握时机 顺应时势才是最可贵的道理 宋湘公一再错失得胜的机会 在兵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 还想堂堂正正的发迹进攻 古梁传认为这些行为过于愚蠢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637年 晋国的流亡公子崇尔路过宋国 宋国大司马公孙固对湘公说 崇尔流亡在外已经有十多年了 他喜欢行善而不骄傲自满 他的随从胡言 聪明机智而擅长谋略 赵崔赋予文采而为人忠贞 甲驼见多识广而谦卑有礼 崇尔平时对他们非常尊敬 每逢有事都要咨询他们的意见 十多年来没有丝毫怠慢 可以称得上是知礼了 在礼的方面有所建树 一定会得到回报 商颂有云 汤匠不迟 盛敬日积 尊重贤才就是有礼的表现 崇尔今后必成大事 请国君善待他 于是宋襄公用厚礼款待崇尔 送给他八十匹马 崇尔离开宋国后不久 宋襄公的大腿伤势恶化 这年五月 襄公殷商去世 太子王臣继位 视为宋成功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636年 崇尔顺利回国继位 视为靖门公 宋成功初年 子虞去世 大司马公孙顾成为执政卿 公元前633年冬 楚城王发兵进攻宋国 包围宋国都城商丘 公孙顾赶赴靖国 向靖闻公求援 靖国的先诊说 报答施舍 救援危难 取得威望 成就罢业 就在此一举了 于是靖闻公决定出兵救援宋国 靖闻公采用胡言的计策 出兵攻击楚国的盟友魏国 曹国 想借死迫使储君放弃包围宋国 第二年正月 靖军攻占魏国的五路 魏国人驱逐了魏成功 归顺靖国 三月 靖军又攻破曹国都城陶丘 俘获了曹贡公 楚城王打算回避靖军的锋芒 让正在围攻宋国都城的另颖 承德尘率军撤退 承德尘却不愿撤退 他派遣晚春向靖闻公传话 军侯如果能够恢复魏侯的军位 同时把土地退还给曹伯 我就解除对宋国的包围 靖闻公采用先诊的计策 囚禁晚春 并且与魏成功曹贡公达成协议 只要他们宣布与楚国断交 就恢复他们的地位 楚国使者遭到囚禁 魏成功曹贡公又宣布与楚国断交 这使得承德尘极其恼怒 他放弃包围宋国都城 率军北上 寻求与靖军决战 4月 靖军在城朴之战中大破主军 中原诸侯纷纷倒向靖国 靖闻公一举成为中原霸主 在此之后 宋国作为靖国最忠实的盟友 多次参加靖国组织的会盟 以及军事行动 宋成功在位的后期 大司马公孙顾退休 幼师公子成出任执政卿 公元前620年4月 宋成功去世 其子宋昭公继位 此时宋国的六清为 幼师公子成 左师公孙友 司马越狱 司徒林冠 司成功子大 司寇华玉士 其中公子成是宋庄公之子 属于宋国公族中的庄祖 公子大 公孙友 林冠 是宋桓公的子孙 属于桓祖 岳玉 华玉士是宋代公的后代 属于代祖 年轻气盛的宋昭公 想在政坛上扶植自己的亲信 准备削弱那些势力较大的公族集团 结果一些公族成员抢先对宋昭公发胆 攻打公公 已经退休的大司马公孙雇遭到杀害 最终在宋国六清的调停下动乱得意平息 在此之后 六清之一的司马岳玉申请辞职 把司马之位让给了宋昭公的弟弟公子昂 公子昂与宋昭公的关系极为亲密 岳玉让位给他是为了缓和君臣关系 岳玉让位后 代祖在六清中占据的席位又少了一个 这让大多数代祖成员感到愤愤不平 湘公夫人王姬是周湘王的姐姐 宋昭公的祖母 宋昭公对王姬不够尊重 王姬因此怀恨在心 他与同样厌恶昭公的代祖成员串通 打算对昭公发难 公元前619年 宋国六清之一的司成公子荡去世 其子公孙寿继任司成 公孙寿的家族属于还祖 他察觉到代祖正准备对宋昭公动手 于是对自己的家臣说 我的官职接近国君 难免会引祸上身 但如果丢掉官职不干 家族就无所庇护 因此我打算让儿子接替我的官职 姑且让我晚点死去 如此一来 即使丧失了儿子 也不至于丧失家族 随后公孙寿辞职 让自己的儿子邓义珠 继任司成 这年十月 在宋昭公祖母王姬的指示下 代祖成员闯入公公 杀死了一批昭公的亲信 其中包括司马公子昂 为了保住自己的军威 宋昭公向代祖妥协 让代祖的话偶继任司马 代祖暂时收手 王姬却不肯善罢甘休 王姬打算除掉宋昭公 改立昭公的树地公子豹为君 公子豹是一位美少年 左传中的说法是美而艳 王姬想和公子豹私通 遭到公子豹挽拒 尽管如此 王姬依然用财物资助公子豹 公子豹则利用这些财物收买人心 宋国爆发饥荒 公子豹拿出自己囤积的粮食赈灾 并且施舍财物 因此赢得了国人的拥护 除此之外 公子豹李贤下士 竟是长者 同时极力笼络宋国的亲大夫 宋国幼师公子成去世 化缘继任有失成为执政卿 他与公子豹的关系十分融洽 王姬见时机成熟 决定派人刺杀宋昭公 但保密工作没有做好 宋昭公事先得知了王姬的计划 司成荡义诛 劝昭公出逃国外 昭公叹息道 寡人得罪于祖母群臣以及国人 诸侯谁肯接纳寡人 而且身为一国之君 再去做别人的臣下 还不如死了好 于是昭公把自己私藏的珍宝 赐给左右净臣 让他们出国避难 王姬派人去劝说荡义诛 让他不要继续侍奉宋昭公 荡义诛拒绝大 不顾前一个国君的危难 又怎能侍奉后一个国君 公元前611年11月 宋昭公前往孟诛打猎 荡义诛陪同 王姬派人在半路上袭杀昭公 荡义诛也同时遇难 随后王姬拥立公子豹为君 视为宋文公 多数带族成员感到愤愤不平 湘公夫人王姬 是周湘王的姐姐 宋昭公的祖母 宋昭公对王姬不够尊重 王姬因此怀恨在心 他与同样厌恶招公的戴族成员串通 打算对招公发难 公元前619年 宋国六卿之一的司成公子荡去世 其子公孙寿继任司成 公孙寿的家族属于环族 他察觉到戴族正准备对宋昭公动手 于是对自己的家臣说 我的官职接近国君 难免会引祸上身 但如果丢掉官职不干 家族就无所庇护 因此我打算让儿子接替我的官职 姑且让我晚点死去 如此一来 即使丧失了儿子 也不至于丧失家族 随后公孙寿辞职 让自己的儿子荡义诛 继任司成 这年十月 在宋昭公祖母王姬的指示下 戴族成员闯入公宫 杀死了一批昭公的亲信 其中包括司马公子昂 为了保住自己的军威 宋昭公向戴族妥协 让戴族的话偶 继任司马 戴族暂时收手 王姬却不肯善罢甘休 王姬打算除掉宋昭公 改立昭公的树地 公子豹伟军 公子豹是一位美少年 左传中的说法是美而艳 王姬想和公子豹私通 遭到公子豹挽拒 尽管如此 王姬依然用财物资助公子豹 公子豹则利用这些财物收买人心 宋国爆发饥荒 公子豹拿出自己囤积的粮食赈灾 并且施舍财物 因此赢得了国人的拥护 除此之外 公子豹李贤下市竟是长者 同时极力笼络宋国的亲大夫 宋国幼师公子成去世 化缘继任幼师 成为执政卿 他与公子豹的关系十分融洽 王姬见时机成熟 决定派人刺杀宋昭公 但保密工作没有做好 宋昭公事先得知了王姬的计划 私承荡义珠劝昭公出逃国外 昭公叹息道 寡人得罪于祖母 群臣以及国人 诸侯谁肯接纳寡人 而且身为一国之君 再去做别人的臣下 还不如死了好 于是昭公把自己私藏的珍宝 赐给左右敬臣 让他们出国避难 王姬派人去劝说荡义珠 让他不要继续侍奉宋昭公 荡义珠拒绝大 不顾前一个国君的危难 又怎能侍奉后一个国君 公元前611年11月 孙王派遣军队直接进攻宋国 宋昌公文俊后 率军从郑国境内撤退 11月初一日 宋楚两军在洪水相遇 宋军已经在洪水北岸布好阵势 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洪水 紫渝对宋昌公说 楚军人多 我们人少 如今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洪水 请国君趁着这个机会攻击他们 宋昌公说 君子不趁人之威 不攻击身处困境的敌人 等他们渡过洪水之后再打 楚军渡过洪水之后 队伍散乱 紫渝再次请求进攻楚军 宋昌公说 君子不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军队 等到楚军摆好阵势 宋昌公才下令进攻 结果宋军被楚军打得大败 宋昌公大腿覆伤 他的卫兵全部战死 宋昌公战败回国 受到了国人的责备 相公辩解道 君子不去伤害已经受伤的人 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 不凭借险要的地形阻击敌人 寡人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 但绝不会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 紫渝说 您不懂战争 如果强敌受制于地形 而未成阵势 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 主动攻击他们 不也是可行的吗 即使是老头子 捉了也不能放 还管什么头发花白不花白 教导士兵作战 使他们以退缩为耻 以杀敌为目的 敌人受了伤 为什么不能再次杀伤 如果联系那些受伤的敌人 那么一开始就别去伤害他们 如果联系头发花白的敌人 那么直接向他们投降算了 三军凭借有力的时机而行动 锣鼓用来激励士兵的勇气 利用恰当的时机 进攻处于险境的敌人是可行的 增强士兵的斗志 攻击未成阵势的敌人是可行的 关于宋湘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 史家褒贬不一 宫阳传对宋湘公表示赞赏 称他灵大事而不忘大礼 认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称赞 宋湘公能够遵守军礼 并且感叹中原诸侯缺失礼意 古良传则对宋湘公加以贬斥 并且指出正确的作战原则是 备则攻 敌则战 少则守 道之贵者时 其行事也 意思是兵力比对方多一倍 就应该主动进攻 兵力和对方相当就可以迎战 兵力少于对方就坚守不出 把握时机 顺应时势 才是最可贵的道理 宋湘公一求取自己 鲁西公陨落 曾子夺走了朱文公的未婚妻 朱曾两国因此结仇 如今宋湘公命令朱文公拘捕曾子 朱文公自然乐于从命 宋湘公打算把曾子作为祭品 去祭祀东夷族信奉的衰水之神 借此让东夷族归顺 子虞劝祖道 小祭祀不杀大牲口 怎么能用人来祭祀呢 祭祀的目的是造福于人 人名是神的主人 把人杀掉当作祭品 又有什么神会来享用 祭桓公拯救了三个快要灭亡的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让朱侯归顺 即便如此 义士还说他德行不足 如今宁在一次会盟上 就虐待了两个国君 还打算用一国之君 来祭祀东夷族的邪神 用这种方式谋求霸业 不是很难吗 您能够善终就是万幸了 宋湘公不听 仍然命令朱文公 把曾子压到衰水边杀掉 以祭祀衰水之神 这次会盟在曹国境内举行 曹公公却没有能尽到地主之一 会盟结束后 曹国明确表示对宋国不服 背弃了盟约 宋湘公因此出兵伐曹 包围了曹国都城 紫渝劝阻道 当年周文王讨伐崇国 连续攻打了三十天 崇国仍然不肯投降 于是周文王收兵回国 修明教化 然后再去攻打 没过多久 崇国就投降了 诗云 行于寡妻 置于兄弟 以玉与家邦 如今宁的德行有所欠缺 以此攻打曹国 又能如何 不如退回去 检查一下自己的德行 等到没有欠缺了 再采取行动 宋湘公于是撤军回国 陈穆公对宋湘公的 所作所为十分厌恶 他倡议诸侯到齐国进行盟事 缅怀齐桓公的恩德 楚城王借着这个机会 与齐孝公 鲁锡公 郑文公 陈穆公 蔡庄侯会面 扩大了楚国的影响力 公元前639年春 宋 齐 楚 三国 在陆上之地进行会盟 宋湘公毫不谦让 以盟主自居 要求楚城王帮助自己 召集诸侯 楚城王允诺 子虞劝谏道 小国争当盟主 这是祸患啊 宋湘公不听 7月 楚城王 郑文公 陈穆公 蔡庄侯 曹贡公 徐熙公 来到宋国的余地 准备与宋湘公会面 齐孝公对宋湘公傲慢的态度 感到不满 因此弟弟不乐意 再次赶走了太子昭 5月 宋湘公第二次出兵伐齐 在掩帝 把四公子的党羽打得大败 顺利在齐国拥立了太子昭 视为齐孝公 公元前641年3月 宋湘公在曹国南部会和诸侯 曹贡公 滕宣公 朱文公前来附会 去年宋国出兵平定齐国内乱时 滕宣公没有响应好招 如今宋湘公追究此事 将滕宣公拘敬起来 直到会盟结束才加以赦免 借此在诸侯中立威 6月 宋朝朱三国正式递结盟约 曾国国君在盟约定立之后 才匆匆赶赴会场 曾国是个小国 春秋经并没有记录下这位国君的名字 仅仅以爵位称呼他为曾子 宋湘公认为曾子不够恭敬 因此命令朱文公拘捕曾子 朱曾两国本来就处于敌对状态 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 当初鲁锡公的女儿季姬和朱文公订婚 曾子前来朝拜鲁锡公 正好遇上季姬出嫁 季姬看上了曾子 吩咐他到鲁锡公面前求娶自己 鲁锡公陨落 曾子夺走了朱文公的未婚妻 朱曾两国因此结仇 如今宋湘公命令朱文公拘捕曾子 朱文公自然乐于从命 宋湘公打算把曾子作为祭品 去祭祀东夷族信奉的衰水之神 借此让东夷族归顺 子虞劝祖道 小祭祀不杀大牲口 怎么能用人来祭祀呢 祭祀的目的是造福于人 人名是神的主人 把人杀掉当作祭品 又有什么神会来享用 祭桓公拯救了三个快要灭亡的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让诸侯归顺 即便如此 义士还说他德行不足 如今您在一次会蒙上 就虐待了两个国君 还打算用一国之君来祭祀东夷族的邪神 用这种方式谋求霸业 不是很难吗 您能够善终就是万幸了 宋湘公不听 仍然命令朱文公把曾子压到衰水边杀掉 以祭祀衰水之神 这次惠盟在曹国境内举行 曹贡公却没有能尽到地主之宜 惠盟结束后 曹国明确表示对宋国不服 背弃了盟约 宋湘公因此出兵伐曹 包围了曹国都城 紫渝劝阻道 当年周文王讨伐崇国 连续攻打了三十天 崇国仍然不肯投降 你快回去守卫国都吧 宋国是你的了 于是紫渝逃回宋国都城商丘 修善防御共事 楚城王随后率军包围商丘 派人传话 如果你们不投降 我们就杀掉你们的国君 宋国人回应道 我们仰仗设计神明的庇佑 又有新的国君了 楚城王见宋国已经另立新军 而且商丘防守严密 只得率军撤退 这年冬天 楚城王在国地与诸侯结盟 在鲁西宫的调停下 楚城王释放了宋湘公 湘公感到十分羞愧 不愿返回国都 紫渝派人对宋湘公说 我只是代替您守卫国家 您为什么不回来呢 于是把湘公赢回国都 宋湘公依然没有放弃称霸的愿望 他打算重新与楚国较量 一雪前耻 大司马公孙顾劝谏道 上天早就抛弃商朝了 如今您想强行复兴他 是在逆天行事 上天是不会赦免的 宋湘公不听 公元前638年下 宋湘公讨伐轻赴楚国的正国 郑文公向楚国求援 楚城王派遣军队直接进攻宋国 宋湘公闻讯后 率军从正国境内撤退 11月初一日 宋楚两军在洪水相遇 宋军已经在洪水北岸不好阵势 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洪水 紫渝对宋湘公说 楚军人多 我们人少 如今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洪水 请国军趁着这个机会攻击他们 宋湘公说 君子不趁人之威 不攻击身处困境的敌人 等他们渡过洪水之后再打 楚军渡过洪水之后 队伍散乱 紫渝再次请求进攻楚军 宋湘公说 君子不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军队 等到楚军摆好阵势 宋湘公才下令进攻 结果宋军被楚军打得大败 宋湘公大腿腹伤 他的卫兵全部战死 宋湘公战败回国 受到了国人的责备 湘公辩解道 君子不去伤害已经受伤的人 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 不凭借险要的地形阻击敌人 寡人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 但绝不会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 紫渝说 您不懂战争 如果强敌受制于地形 而未成阵势 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 主动攻击他们 不也是可行的吗 即使是老头子 捉了也不能放 还管什么头发花白不花白 教导士兵作战